直立日倒挂很久的一段时间了 而且甚至呢 好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反转 我们之前一直谈过 可是最近会看到 好像要来结束倒挂 但结束倒挂反而是衰退的开始吗 这件事听起来还蛮可怕的 所以就要请佛哥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为什么是按照过去历史的经验呢 还是说这次在联准会降息 或是从直立日倒挂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有哪些怪怪的地方 好 那其实从历史经验 或者从一个学理的角度 或者是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会出现直立日倒挂 跟为什么它解除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衰退可能会来了 好 那我们先来看 我们准备给大家这张图片 那这张图呢是我们抓近两次 在衰退的情况下 出现的直立日倒挂以及结束 好 那我先给大家答案 就是直立日倒挂本身 它不会马上带来衰退 但倒挂结束后 那衰退的机率就会比较大 那通常是直立日倒挂结束后 大概大概是一年内左右的时间 就会开始衰退了 好 那我们看这张图呢 是大概是从2006年到现在 那大家可以发现 前上一次直立日倒挂呢 是在2020年 那再上一次直立日倒挂呢 是在2006年 那我们特别给标注给大家看啊 就是这个图的左边下方 那时候直立日倒挂呢 其实维持的时间不算太久 大概接近一年左右 那最低点也没有很低哦 大概是负得0.17% 是什么时候 是金融海啸前 2006、2007那段时间 好 那为什么我们说 从历史经验跟从学理上的角度 它都暗示着基本上结束倒挂 就表示衰退要开始 我们先看这个经验 好 经验呢就是你发现 原本在负值下方震荡的时候 其实经济还没有出现危机 可是你会发现这个 灰底的地方呢 那边就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 那时候呢经济就衰退 那你可以发现 其实它什么倒挂结束 然后尤其这个直立率 10年期公债直立率 比2年期公债直立率高很多的时候 它才是衰退的开始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所谓直立率倒挂呢 就是短天期的公债直立率 比长天期公债直率要高 那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正常 因为呢你想啊 我今天借钱给美国政府 那如果有一笔钱绑两年 给一笔钱绑十年 那当然我绑十年 我中间都不能有办法用 当然要美国政府 应该要付给我比较多钱 对不对 可是直立倒挂就表示 10年期公债直立率是低于2年期的 表示说我借2年的 付的利息会比10年高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短线上 短天期的利率太高了 那利率太高了 终有一天要什么 要降息 对那降息就是短天期的公债 直立率往下掉 长天期的可以不动哦 那短天期往下掉 那这个时候当然 大家思考一下 有什么情况下 联准会需要降息 经济不好 对 经济不好 那不一定要是崩跌 它可以试一个例如说 它看到的所谓预防性降息 但是呢 这边有个很大的重点是 为什么直立倒挂解除 风险特别比较大 因为呢它表示说利率是 高到不正常的情况下 比较久了 所以当开始降息表示什么 市场从高利环境 总算要结束了 那当然很有可能代表 就是开始要衰退了 那上一次呢是2020年 不过这边呢大家会觉得 2020年是疫情的问题啊 好像可能跟衰退没关系 有可能哦 有可能 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发现 即使是疫情的衰退 在它的大概是一年前左右 一样曾经出现了直立率倒挂 它来到负的0.01%是很低 但是什么 一样出现倒挂 然后才出现衰退 那这一次呢 这个直立倒挂的时间呢 请大家记得啊 这个是十年期间两年期的 那这个直立倒挂的期间呢 也非常长 最低点呢 若在2023年的7月 那时候负的1.08% 那到现在呢 其实一度的结束了倒挂 但是因为市场上 主要那时候结束倒挂 是因为在8月初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股市大跌 也很多的币典资金冲进去买短债 所以到短天息公债的价格 快速 直立率快速下降 所以才出现了 那现在其实它还稍微有点倒挂 那政治结束倒挂呢 很简单就是 美国开始快速降息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就表示直立倒挂要终于结束了 好 那我们这时候 又回来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美国要快速的降息 当然是出现了金融的风险 出现了经济风险 所以如果跟大家讲答案的话 就是如果接下来 直立倒挂真的结束 那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个季度内 会开始出现经济衰退 不过我们就这张图来讲 因为是十年期去减两天 两年期的嘛 所以就代表在正轴之上 如果越高的话 其实就代表算是正常的迹象 应该这么说 应该是十年期只要高于两年期 都算正常 那高于多少不一定 因为有一个简单概念 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大型金融危机 那两年期供在之余变成接近零 那十年期不管是一 不管二不管三 它都会是在两年期的上方 所以它不一定是越高 代表这个越正常 它只要高于它就算正常 那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关于通膨 一些东西的换算 但只要比它高就算正常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 真的是处在一个怪怪的值 因为我们是负非常非常多 所以是比2008年那时候 还要来的严峻 确实是这样的 那所以这个时候也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十年期 公债殖利率那么低 那你这时候去买 长天公债活不划算 就买贵了吧 对 肯定是买贵的 然后这边是8月9号最新的数据 他们认为 这边如果大家觉得太小的话 我跟大家讲 我们把它框起来 红框框的地方 这个应该说直条嘛 直条红框的地方 那个是时间 那最底下黑框的地方呢 有6跟7 6是三个月期 美国公债殖利率 7是十年期 美国公债殖利率 如果数字太小的话 你也给大家听 他们认为均值 在2024年第三季的话 是三个月期的是5.1% 然后第四季 三个月期的是4.8% 那你知道三个月期 现在多少吗 现在还在5.2 5.3 所以如果你现在去买 短天期的公债 上个月期的 你现在买到的价格 会比联准会专业预期 他们预期的估计的价格 来得更好 所以你有占便宜 这是答案 第二个是 那可是我们是想要做 长天期公债殖利率的 那我现在去买呢 那我们一样 这里面有答案 就是这些专业经济学家预期 在2024年第三季 十年级公债殖利率的均值 第三季的均值是4.2% 那表示超过4.2% 例如说4.1%或4% 这就是值率越低 就表示价格越高嘛 那就表示什么 价格太贵了 那所以如果你要占便宜 那就很简单啦 在4.2%上方 例如说4.3%或4.4%的 殖利率你去买 就算是比较便宜 OK 好 那但比较便宜不代表什么 不代表一定赚钱 它有可能不管什么原因 有可能往4.4% 4.5%去走 那比较贵不代表它不会赚钱 你买在4% 可是万一接下来股市 或者是真的出现了 我们想象不到的大危机来了 十年级公债殖利率 有可能在未来一两个月内 掉到3.5% 3.2%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一样可以赚钱 只是你现况来判断的话 它是比较贵一点的 那如果在第四季 你说那到第四季还有多少呢 目前他们的预测 第四季的均值是4% 所以呢如果等到第四季 那至于我有谈升到4.3% 4.2% 再去买 就会是一个划算的价格 OK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 大家可以当做的一个水平 来去购买 对不对 如果我现在想买的话 我只要把握在第三季的时候 可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它如果是4.2%以上 也就是4.25% 4.23% 4.3% 4.3% 4.44%等等的 你就会觉得好像比原本预期的价格 来得低哦 那比价格来得低 我就是减便宜的心态了 是 没错 那当然大家会想说 那这在这田田价什么时候会来 但我必须要说 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啊 因为你回头看 你回头看 十年期美国公债殖利率 在七月份 因为七月已经过了 所以我们回头讲没关系 曾经来到接近4.5% 那那时候其实你看 如果你知道第三季的均值 不管是4.4也好 4.2也好 那如果出现到4.5% 是不是比较便宜 对 那个时候就是买点 但只是那现在看来不及 那所以如果你有耐心等 那到4.3 4.2上方 就是比较便宜价格 那时候再去买 基本上就不太会吃亏 不过我最近有观察到 长天期的美债 它其实价格已经往上走一坡了 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 啊现在好像没有所谓 长天期的田田 田田价了 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表格 来做一个评估的指标嘛 当然可以啊 因为其实有时候市场会跑过头 那这一波主要是因为 8月2号的美国就位数据实在 让市场觉得悲观 所以呢这个十年一共耐滋率率 一下冲到了 例如说3.6 3.7 不然的话其实这段时间 都在4%上方 那所以就像是去年年底 美国十年一共耐滋率率 跑到3.8%一样 就是那时候确实是跑过头 那当然都会有回来的机会 那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以投资策略来说 就是你能等 等到那个价格去买划算 你不能等那也可以 如果你是觉得 未来还有上涨的空间 那现况4% 或者略低于4%的生育关职率 你也觉得可以接受 那当然你就买一些些 那这时候呢第一个 它有可能就直接 这个债盈价格大涨啦 你一样赚钱 那如果没有 你还留有部分的资产 哎如果便宜一点 再买一点再买一点 那其实你接下来 只要美国进入这样一些循环 那不一定要太大的危机 那你后续还是有稳扎稳打 获利的空间 好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 费城FED来公布的一些 就是它去调查过的一些数据 不过这数据照以往的历史经验来讲 是不是准确的吗 有参考指标的 我觉得算准确 不过呢因为毕竟 它是按照当下的经济分析 它曾经也有失准过 什么情况下 很简单就是在2022年底的时候 其实这份他们的报告 会认为2023年第三季或第四季 美国经济会衰退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一直升息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对 2022年的时候 因为一次升两码 一次升三码 那利率一下拉太快 股市又下跌 所以他们觉得 高利环境带来的经济风险 有可能会让经济衰退 哦对那但是你回头去看 它其实没衰退 那它是一个失误 但是这算是一个好的失误 因为最后没衰退 那那时候甚至 那时候如果大家有影响的话 那时候联总会主席报告 他说是蛮出乎意料的 没有料到经济这么好 我利率加的这么快 对不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经济还很稳定 那确实或许是 美国的韧性很好 那所以虽然我们刚刚 跟大家分享了 有可能经济衰退的一些 讯号跟数据 但如果哎 美国真的能够度过这一关 那其实它有可能是 随着股市又继续往上走过 但在这边要留意的是 如果接下来啦 它是属于一个该降息 可是却没有降息的情况 例如说通膜要力太高 那等它真的要开始降息的时候 它有可能就降的速度很快 就像之前嘛 因为该升息它一直不升 一直压着一直压着 然后真的该升息的时候 就升一码 对升两码 升三码一直往上加 那这有可能让市场 就是回到我们刚刚 也有另一个说的就是 市场透过了重定价 反应不及透过重定价 而造成比较大的波动 这也是合理的现象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炉会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酷拉索炉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炉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炉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